我只在跳绳 每天跳过三分钟 我们这几天 深圳一直就是刹大暴雨 然后呢 家里的冰山完全一点菜都没有了 我老公也没去买 然后我也懒得出门下雨 太大了那个雨 这今天刚好就叫外卖了 点两个比较知名的菜 然后花了整整真的是一百块钱 这个是四十五 这个辣椒炒肉是五十五 刚好一百块钱 然后那个满减的那个券就 就去快递费了 然后这两个小盒小小的 这两个渣场成 然后我觉得在深圳的成本 生活成本真的很高 就是随随便点两个菜 然后还得单独煮给娃子 香辣热卤 然后这个是辣椒炒肉 这两个的一般菜 哎呦真的是 在深圳养个娃也不容易 在深圳生活也不容易 随随便便 反正就是点个外卖 还得三十几块起步 这个炒菜更贵一点 然后还得进煮米饭 我们先吃饭了 哎呦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那里的那种就是这种外卖贵不贵啊 反正这里真的是 比如说我去上班的话 上班中午点个外卖 真的就去三十全部了 是最基本的 三十是吧 然后这种炒菜的话 这个一份菜都是要五十几块钱的 所以真的是生活成本太高了 深圳 然后你们那里是不是也是这样生活成本很高 反正现在就是 感觉在深圳就是要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努力 才能生活下去 要不然只要你消炮停一下 感觉就吃不起饭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拜拜 拜拜